蒸汽 蒸汽叫什么 云藤架物 步步高升 对不对 当我们这边下面有水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蒸汽 那这个蒸架呢 这个蒸架它是一个多功能格 它可以大一点也可以用 它可以用到十人份 因为它这里有阶梯 它有阶梯 所以你最小的六人份到十人份 十五人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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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人份刚好卡在这个盾 十人份到这边 十人份到这边 六人份就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可以因为蒸架的原理 把这个盘架放上去 所以它一组是有一个蒸盘 然后这里有一小蒸盘 放着 再继续放着 来 我教大家 第一个 在蒸东西的时候 如果下面是一锅汤 你这边要蒸的东西 就是最不容易熟的往这边先放 好 第二不容易熟的再往上放 第三 最容易熟的放上面 然后呢 蒸锅改 放下一次 像我的习惯下面是鸡汤 然后呢 这边就可能是鱼 然后这边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最上面是青菜 因为你知道蒸汽油下往上是120度 120度上去的时候 它会被其他的食材吸附的时候 慢慢慢慢到上面 它就会变得比较弱 所以你把青菜放最上面 哦 那我的习惯如果我要蒸青菜 我会先把它拌一点油 少许的橄榄油拌好再放上去蒸 这样青菜不会变滑 然后呢 第二层我都希望如果是 蝦子放在这边 然后鱼放在这边 哦 那如果带骨头的小排骨 就是在这里 肉在这边 然后呢 菜在上面 哦 你把它分开 然后下面是你 比如说九炖九煮的 排骨汤啊 鸡汤啊 蔬菜汤 哦 或者火锅都可以 这叫做蒸糕盖 也叫做我们的马盖鲜叠叠了